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新兴的兴趣社区Discord 这个社区的话,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有3亿的注册 月活是1.4亿 那么Discord的话呢 它最初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语音聊天软件 它是一个以游戏连麦切入 直接形成的一个玩家社区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那么你看这是Discord的网站界面 它是以游戏连麦切入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它的注册端 就是你要建立群组的话 你要选分类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是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以兴趣为主的 以兴趣为主 你看这学习小组对吧 是不是 然后School Club 是吧 然后的话呢 下面有艺术家和创作者社区 对不对 学习小组等等 这个是Z世代的 最发展最强劲的 这个社区 就聊天工具和社区 那么我们作为社媒营销来讲的话呢 我们作为社媒私欲营销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重视这样的新兴的社区 首先一点它呢 月活是1.4个亿 然后是Z世代的最新 就是最新的这个 这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 来这个以兴趣爱好为连接的这么一个社群 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 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比如说你有一些以兴趣为主的这些领域和这些行业 应该关注这些这样的平台 然后在这种平台里面可以做营销 在这样的平台里面做营销 然后做社群连麦 对吧 年轻人的一些东西 我们这个运营 私欲运营的运营者还是需要关注的 ข定的 cient鑢 ücke now 我们在拉扣的 aj呐 诶 og 天 Carn 来